欢迎收看《屈机观察》 纵观还语、洞察先机 我是吴俊宇大宇 正所谓屋楼兼逢连夜雨 对美国来说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恶梦不断 白宫致力拉拢着盟友围攻对手 以及延续霸权之制 美国迎来了三条坏消息 胡塞武装选择再次袭击微棍目标 与此同时 美国本土也面临遭到袭击危险 第一件事 导弹飞向美军的驱逐舰 据俄新社的报道 胡塞武装在6月16日表示 已经发射导弹 对一艘船只和一艘美军的驱逐舰 发起了袭击 地点在红海 在阿拉伯海 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也攻击了另一艘船只 至于导弹有没有击中目标 美军的军舰是否被炸 船只是否安然无恙 暂时未知之数 胡塞武装表示 这次是对英美近期连续空袭的强硬回应 而且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 美联4的报道也说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 美国的海军就快顶不住了 尽管这个说法看似有点夸张 但美军在红海搞到焦头烂压 皮泰尽显是一个不新的事实 有些评论说美军根本还未对胡塞武装出真功夫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英美联军不计其数地空闸 亚门所采用的高精度尖端导弹 加值连城 再更加有网友气氛 说分分钟都用钱购买在整个亚门 甚至令人怀疑 美国的海军到底它的能力是否 他们的官宣那么厉害 莫非真是一只子老虎?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 胡塞再次袭击美国海军 在节目开始前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BK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朋友们 这段时间 英美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较量 可以说是流水直的 轮流登场 英美的战机曾经多次凶杂也门 胡塞武装亦接连袭击英美的军舰 以及大量与以色列有关的船隻 根据美国的表态 乌克兰的船隻亦遭到攻击 动手的亦是胡塞武装 虽然美军拥有实力的优势 但与胡塞武装较量时 美国占不到什么便宜 反而被胡塞武装痛击了好几次 美联社认为美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攻防战 已经变成了二战结束至今 美国海军面临最激烈的海战 换句话说 从美媒体来看 美国海军现在的最强对手 不是伊朗 亦不是俄罗斯 美媒认为 从去年年底开始 胡塞武装几乎每一天都会发起袭击 但美国阻止不了胡塞武装 稍有不慎 美军的军舰会遭到沉重打击 美国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以牙患牙 直接对胡塞武装发起疯狂的报复 但从目前来看 美国并不打算这样做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逼使以色列停火 以色列从加沙斯军之后 美国停靠在红海 阿拉伯和地中海 还有印度洋军舰 以及其他船只能够陷面于难 但问题在于 以色列会不会听美国的劝告? 答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第二件事 美国本土安全面临着威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 大量未经过审查的移民 涌入美国 会导致极端分子在美国本土积极活动 这样对美国的民众就会构成威胁 美国国会山庄报透露 上星期美国逮捕了8名 与极端组织IS有关的人员 地点分别在洛杉矶、纽约和费城 实际上持有类似看法的 不单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FBI亦发出类似提醒 自从尾巴冲突升级后 美国本土遭遇到极端分子 襲击的风险就增加了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中东 仇恨美国的极端组织 以及武装分子有很多 这些反美势力 无事无刻都在想着 如何去报复美国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当然这些武装分子 亦都不备备对美国本土 发起袭击的实力 然而现在世界的局势 又变数不断 美国本土之所以能安然无恙 一是因为美国远离欧洲和亚洲 武装分子无力攻击美国本土 第二是因为美国的实力太大了 有实力报复美国本土的势力 亦都不敢轻举妄动 去自找苦吃 但美国走向抹落 会不会发生呢? 从长远角度来看 为了美国的子孙后代 白宫确实是有必要换位思考 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别人的利益考虑一下 美国应该清楚 美国人的命是命 巴勒斯坦人的命 伊拉克人的命 以及罪利亚基人的命 都是命 生命无高低贵贤之分 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珍贵 己所不欲 物事与人 美国人不想看到911事件重建 罪利亚人 何尝不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呢? 美国政客全世界这样扇风点火 结果就是 会令到美国本土的安全 受到威胁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事实上无论怎样说也好 胡塞武庄这几轮的攻势之后 确实是将他们的国际声望 提高了不少 而且也令到胡塞武庄的地区影响力 也提升了很多台阶 做着这一点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无论有多少坚定要站在美利坚 即是美国那边的网友 他们怎样去指责 胡塞武庄是一个恐怖组织也好 这个穿着拖鞋的军队 这次真是阳明立晚 一点都不用小看 而且胡塞武庄所作所为 也令到大家感觉到有些疑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一次胡塞武庄在他的行动之后 他都会发表声明 也必然会加据 所有的行动 都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并且每一次都会表示 只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行动 就会立即停止红海的袭击 有缓胡塞武庄 这次真是为朋友两歇插刀 现在真是插到血巴巴声流 第三件事 就是以色列袭击加沙难民营 6月16日的这一日 以军又空袭了加沙难民营 造成最少九人身亡 以及几十人受伤 与此同时 以色列还在为对真主党 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做准备 如果局势升级 以色列很有可能 会在黎巴乱发起地面军事行动 到其时 相信又会有大量无辜的人员 因此而丧生 美国一边 就叫以色列保持黑势 另一边 就为以色列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 这些行为确实是虚伪 相比之下 美国提供给巴勒斯坦人的帮助 就真是少得可怜 大家都知道 无论加沙发生什么悲剧 其实都与美国物不可分 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当地一间医院 接收了大量的伤者 而这里同样聚集了大批死难者的亲属 15号被送往医院的死伤者 大部分都是返回拉法一边的难民营 在这个过程当中遭受到袭击 由于情势危急 受到袭击的现场 仍然有不少的伤者 还未来设备运走 一名遇难者的亲属就说 在加沙地带已经毫无安全可言 即使现在前往运送遇难亲友的围体路上 亦是极之危险的 另外亦有亲属就说 现在很多人死亡 很多人受伤 甚至现在前往收尸的路上 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但他也说即使会冒着生命危险 他也要回去找回他兄弟的围体 即使他可能会因此而无命 此外在汉尤尼斯 其实现在有几万人 都生活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面 他们每天都要排队 等送水车来拿水 随着拉法口岸的关闭 现在能够混入去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 以救助物资几乎断绝 这里的人若要获得基本生活的物资 其实现在比以前更加困难 不少人甚至乎开始拿些树叶来吃 有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人员指出 加沙现在民不聊生 以色列现在在将饥饿当作武器 但无论如何 以色列拒绝从加沙撤军 不断攻击加沙难民营 也会令美国坐立不安 原因很简单 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盟友 以及最忠诚的支持者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 遇难的巴勒斯坦人越多 美国就越难辞其咎 可以说在今次尾巴冲突当中 美国虽然没有亲自落场 但手上沾满了加沙人民的鲜血 甚至有一个美国人 他自己制作了一个视频 他自嘲地说 每一名美国人都要为以色列轰炸加沙 捐赠87美元 这段视频是去年的 现在估计价值应该上涨了 另一样更加讽刺的是 美国对加沙人民的人道主义救援 截至今年的6月初 美国累计向加沙地区提供了 10亿美元的救援物资 其中4.04亿是属于追加的状态 方案还未得到国会通过 这样对比起 对以色列几百亿美元的均援 形成了一个天渊之别的差距 另外这里也要提提 美国人道主义救援 与其他国家采取陆路运输 空头是有所不同的 美国就修建了人工码头 一旦人工码头正式投入使用的话 就意味着各国可以通过海路 对加沙进行补给 他的运输量将会翻一翻 对于生活在水深火野加沙人民来说 无疑是一件大工 但美国花费了几亿来打造的码头 刚刚投入使用没多久 就说被海浪冲烂了 复收好之后再度投入使用 都只能够运送十几个卡车物资 这样就暴露出质量的问题 现在这个人工码头已经被美国放弃了 很多人都忍不住讽刺美国的施工质量问题 但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可怕的猜想 就是码头第二次投入使用几天之后 以色列成功营救了被哈马斯控制的四名人士 从他们救援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公开到相关的片段 营救人员就毅装成救援物资的运输人员 从美国的这个人工码头登陆进入难民营 之后就变装成为哈马斯的成员 接近了目标 而刚巧在以色列成功营救人士之后 这个人工码头就廢棄了 大家不如反过来想一想 这个花费了几亿美元资金的码头 会不会是为了以色列救回这四个人士呢? 我想而知 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难民他们的生活 美国根本毫不关心 在今年的三月份 亦有美国的议员从另一个角度 去印证了美国政坛 对巴勒斯坦的态度 一位名为 沃尔伯格的众议员就认为 解决加沙问题应该好像解决港岛长期那样 不值得花费过多的时间 稍为有点常识的你都应该知道 美国当年是怎样解决港岛和长期的? 难道现在你打算在加沙用鱼子弹 将它移为平地吗? 更加讽刺的是 沃尔伯格是密歇根州的议员 而这个州是穆斯林在美国主要的聚集区之一 他的言论也引发起当年的牵连大波 不过这亦充分说明了 美国的政治精英眼中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根本不是一个平等的状态 所以说如果他们和以色列合谋 来阻断救援物资进入加沙 又真是未必不可能的 现在加沙地带曝光了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的阴谋 不过其实国际社会现在不断呼吁 要紧急干预、开放拉法和海雷姆沙洛姆口岸 允许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 海雷姆沙洛姆口岸 其实是以色列和加沙的陆路通道来的 冲突之前每一天的通车量达到一千架左右 尔巴冲突后这个口岸就被以色列关闭了 并且在2023年12月重新开放 但每天的通车量不超过六十架 还时不时会面临着以色列民众的阻难 现在另一篇商以色列都面临着国内的问题 6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宣布解散战时内阁 因为6月9日战时内阁的核心成员 以色列主要的反对党领导人 今次宣布退出战时内阁 并且要求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重新组建以色列政府 今次是以色列的左翼政治势力代表人物 在尔巴冲突爆发后 今次作为反对派领袖 加入以色列的战时内阁 他与内塔尼亚湖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加兰特 就成为内阁的核心人物 不过内塔尼亚湖也推出了替代的方案 采用小型的临时会议方式 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作出决策 以代替战时内阁的部分职能 事实上内塔尼亚湖解散内阁 是以色列政坛内斗的产物 因为内塔尼亚湖在以色列的左翼势力 和右翼势力当中 都不太受欢迎 也就是说 现在的内塔尼亚湖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 是属于两边都不太看好的状态 左翼和右翼都认为内塔尼亚湖应该落台 除此之外外部的压力 也很可能是内塔尼亚湖作出这动作的原因 在尔巴冲突问题上 美国一直都是小动作频繁 但外于以色列在美国的中东战略所扮演的角色 拜登又不可能直接推翻以色列政府 以色列不能倒下 但内塔尼亚湖政府又不听使 拜登对他们来说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换人做以色列的总理 而且必须要是左翼的政治人物上台 右翼上台只会加剧加沙地带危机 美国就必定会卷入这个冲突 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 在今次退出以色列战事内阁之前 其实他去了一次美国 除了没见到拜登之外 几乎所有的美国官员他都见过了 这个讯号其实都非常明显了 如果内塔尼亚湖不听话的话 这样这次就可能取而代之了 所以这次回到以色列之后 就对内塔尼亚湖发出最后的警告 内塔尼亚湖当然没听 所以这次就退出战事内阁了 其实也可以看成 美国对内塔尼亚湖再一次的警告 接着下来就是美国推动安理会 通过以巴停火的方案 并请安理会获得通过 这是美国对内塔尼亚湖发出的第二次警告 第三次是以色列军方 在未经过内塔尼亚湖允许的情况下 宣布在加沙地带进行人道主义暂停 这三次警告 内塔尼亚湖相继失去了 国内反对派的支持 国际社会的支持 以及以色列军方的支持 换句话说 现在的内塔尼亚湖在某程度上 已经被架空 这亦是美国想要的结果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普普亦不满于 以外塔尼亚湖的加沙政策 但以色列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一块跳板 不能够丢就丢 怎么办呢? 唯有想办法换人 推动加沙地带停火 最起码不能够对拜登11月份的大选 造成冲击 最后大选想说 俄乌冲突 美国忍了三年 就算去到尾巴冲突快要结束 美国也没有下场打算 加沙战争 美国一边支持以色列 一边卖武器 尾巴冲突 美国联合英国打狐塞武装 尾巴冲和以色列的冲突 美国继续打击狐塞武装 正如很多人所说 美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衰落 只差一个犯错的机会 现在的狐塞武装也高调地说自己 攻击了美国的艾森浦威尔号航母 也襲击了美国海军的驱逐舰 最近还拿着红海海底的光纤电纜 来威胁美国 为什么美国这么忍得呢? 胡塞武装明明想将美国拖入一场大战 但美国一直被胡塞武装牵着鼻子走 不知道美国还可以忍多久 才忍不住亲自下场呢? 这里是屈基观测 我是五罪大鱼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